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白 坦言过往曾交过二任女友 更说三十岁之后对婚姻不怀抱憧憬 接获读者爆料 曹雅文其实早在三十岁前就以密婚完成人生大事 而老公不仅是台南同乡 两人当年就是在歌唱比赛中相识 进而交往结婚 曹雅文在大港开唱表演到一半时 突然向粉丝们宣布自己是双性恋 当时她还自曝心中女神就是邵雨薇 甚至大方说不排斥与女生交往 但有读者向本刊爆料 金曲歌后其实已当了人妻多年 老公住台南 只是两人婚姻亮红灯 似乎处于分居状况 应该还没离婚 35岁的曹雅文因歌声不凡 2004年就一路参加亚洲新人歌唱大赛超级星光大道三等歌唱比赛 终于在民事的明日之星Superstar过关斩将成为第一位百万关注 随后在2017年获得台语金曲歌后的肯定 这些年来 曹雅文最知名的绯闻就是和许富凯 两人被经纪公司包装成金童玉女 绯闻纠缠了十多年 许富凯连走在路上也会被婆婆妈妈追问 曹雅文私生活十分低调 读者爆料她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就低调结婚 圈内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个喜讯 而当时曹雅文一心想冲演艺事业 为了维护形象 加上老公又是圈外人 彼此也决定不对外公开结婚喜讯 曹雅文与老公当年因参加歌唱比赛而认识 两人不仅是同乡又都爱唱歌 而且还因参加宫庙活动发展出恋情 婚后曹雅文忙于演艺工作 经常往返台北 台南 据了解台语歌后的婚姻会亮起红灯 就是因为夫妻俩聚少离多 曹雅文的老公虽参加歌唱比赛 却没机会被经纪公司签下 比赛结束就回台南老家找安稳工作做 曹雅文则因忙于工作 一个人在台北打拼 就算回台南也是要分时间照顾娘家 两人相处时间少 难免问题很多 曹雅文是虔诚信徒 2017年就曾被曝出与泄心 洪都拉斯等人到台南新港东没受工参与妈祖绕境活动 甚至连老公也会参与 夫妻俩与庙里师兄姐们互动频繁 曾多次劝他除了拼演艺工作 也应该多留点时间给婚姻 人气台语歌后曹雅文与同为实力派的歌手许富凯 因彼此间超过十年的交情 无论在幕前幕后都展露不一般的亲密默契 导致不仅粉丝们经常误认 两人秘密交往 甚至连女方的家人都曾误会两人偷结婚 一度成为演艺圈的热门话题 但怎料 过去对这段绯闻总一笑置之的曹雅文 近日却在节目一代女王终极力撇清彼此的关系 苦笑承认如今这误会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还忍不住抱怨被许富凯斩了好多桃花 据媒体报道 曹雅文表示 过去对于跟许富凯的绯闻关系 因两人对此没放在心上 加上实在解释到不想解释了 也就不会特别去管这些 然而 近来曹雅文却发现这个误会 因一个连他都超压抑的惊人巧合 已经演变到了再不管会出大问题的情况 提起这段无奈的巧合 曹雅文无奈地透露 有一次他去住家大楼的管理室领包裹 却在签名时宜外看到邻居有人跟许富凯同名同姓 对此连向来十分敬业的管理员都忍不住八卦地问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住在一起 让曹雅文又好气又好笑地赶紧澄清 没这回事 曹雅文还接着抱怨 自己一直没有桃花就是许富凯害的 因为一直被误会是荧幕情侣 导致所有人都以为他们真的在一起 而最让他苦恼的是 如今谣言甚至已经演变成 两人秘密结婚只是没公开的情况 连他去夜市买个水果 老板都问 老公许富凯怎么没陪他来 最后还在镜头前搞笑说出对明年的期许 希望摆脱许富凯 金曲台语歌王许富凯月初府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十歌演唱会 歌儿优泽演近期在公式台语台 民事 唐美云歌仔戏团《孟婆客栈》现出荧幕初吻 没想到有女网友私讯约见面 他则向对方坦言 我有女朋友 让粉丝们又惊又喜 许富凯筛出一张私讯对话截图 一名女网友问他 想见见许富凯不领情 更回传一张被方佑新亲脸颊的照片表示 不好意思 我有女朋友了 不过他闻莫标签方佑新搞笑说自己有诚实禀告 而且你要小心 我女朋友很能打的 许多粉丝以为许富凯真的教女友了 得知真相后纷纷表示竟然不是曹雅文 其实你跟佑新很素配 事实上 许富凯在孟婆客栈中为逃避妈妈林美秀征婚 选择与方佑新假扮情侣 但却被众人怀疑 两人情急之下互亲脸颊 互动令许多网友大呼 好友爱 娱乐超SK2主持人小鹿 阿甘引领风潮 访问来宾从王瞳 陈美凤 赖慧如 以及张家伟话题劲爆引起热烈讨论 本周第四集访问到人气超高的台语歌王许富凯 歌后曹雅文 两人唱而优则评 从歌唱比赛选手到现在变成歌唱比赛评审 两人在演艺事业成绩单获得高分 也备受肯定 节目上被问到两个人一起觉得人生最厉害的事情 两人一脸光荣地说感谢恩人黄一雄的引荐 让他们两人成为将会连续时长演唱会嘉宾 还收录在DVD里 两人还骄傲地说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可爱的个性让人大呼可爱 到了主持人小路 阿甘最犀利的拿手项目真心化大考验 第一题就问到许富凯 曹雅文如果以交往为前提互相为对方打几分 没想到许富凯自爆我们不是在交往吗 交往十几年了 让主持人吓呆要他好好说 许富凯难得感性地说 行影不离太久了 在路上婆婆妈妈都会问我老婆呢 曹雅文也说太常在路上被问你老公呢 曹雅文说满分十分他给十八分 觉得两人缘分牵引太好笑了 只能说友情超满味大爱情 彼此互相扶持照顾的好朋友 曹雅文也被问到怎么安慰许富凯金曲奖再次杠规 许富凯说曹雅文是一场冷静的人 用行动给了他一个大大拥抱 好交情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 曹雅文还自爆喝醉酒 不为人知的一面 喝醉断片后 护花食者许富凯送他回家后 隔天被问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曹雅文才知道整晚一直赖在许富凯怀里 许富凯也爆料 自己喝了酒会盲淡 却清醒 还会去规劝曹雅文 不要失态 超级劲爆言论 让大家笑到弯腰 最后节目要超厉害的两位歌手 用抽签的方式抽到歌仔戏 卡通声调等 就要用那个语调唱出来 没想到曹雅文抽到卡通声调 居然是他最擅长 曹雅文说要用皮卡丘来唱 大家正呼应到底要怎么唱 只见贵位歌后的他皮卡 皮卡 皮皮卡地唱出自己的歌的旋律 让大家傻眼后狂笑 贵位歌后的他笑说 自己在节目大解放 台语小天王许富凯 以民事选秀节目《明日之星》发迹 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台语歌坛 遇上贵人 扣桑黄义雄跟二姐将会提携 出道 这十年成了金曲奖长客 七度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 虽被窥视陪绑专业户 但前景光明 不过在这之前 唱歌对他而言像是一种半推半就的游戏 总要父母逼迫着才肯唱 也难怪 别人的童年玩得开心 他下课回家只能对着冰冷机器练歌背词 还得随时被推上台比赛 连老师都曾误会他 家境出问题 否则怎会让这么幼小的孩子走唱 许富凯从《默默无闻》到第七度 角逐金曲歌王 十年来的转变令人惊艳 但就算出道比一般素人选手来的顺遂 出道前的苦日子可没少过 他曾在高雄舞厅铸唱 领的是日薪五百元 还得北上参加明日之星选秀 那段南北奔波 若不敷出的时光 是他至今最深刻的人生低潮 那时的许富凯 其实很不习惯台北的快步调 比赛期间 为避免影响成绩 他长整天不进食 直到录像后 搭车食材吃 且一收工 就和爸妈连夜搭车回高雄骑山 对他来说 那是一段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的日子 当时哥哥 子子都已成家 他却对未来茫然无知 想到爸妈在他身上投注的精神 时间及金钱 压力如山众 更自觉 除了唱歌也无以回报 期许要在最短时间内过关 幸亏许富凯 贵人运好 碰上节目制作人 扣桑提携 他觉得那是吸引力 法则使然 在还未参赛前 他透过电视得知扣桑 得知这位前辈 对台语歌坛的付出及报复 真正接触后 看似严肃的扣桑 在许富凯眼中是个 爱聊天的大小孩 两人私下用台语聊天 当在节目中 二十关过关出道后 他还接到当时尚未隐退的歌坛天后将会来电 邀他担任演唱会嘉宾 就此打响知名度 因为扣桑 二姐的教导 许富凯学到待人处事 要态度一致 他明白新人有新人该学的 不能期待 一出道 就受到喜爱或关注 现在他只要有能力或机会 都会先关注新人 延续扣桑及二姐给他的精神 当起新人的定心丸 而许富凯有许多死忠的婆婆妈妈粉丝支持 自他参加选秀节目 至今一路相随 莫愁有回见正道许富凯的魅力 是台下平均年龄50岁起跳的妈妈们 一看到他当场回春 那尖叫声犹如少女般洪亮 又激动令人印象深刻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